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英台》直播時間 來到問答環節 上午最後一節的問答環節 為家庭觀眾爭取時間打電話問股票問題 現在跟大家解答問題的嘉賓 今次請來市務總監郭師志郭Sir 郭Sir你好 爭取公表問問題的時間 電話是204-6566 熱線電話是204-6566 至於電源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我先聽聽第一位嘉玲觀眾 接通了梁小姐 早安 是呀 早安 郭Sir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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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謝你 想你指點一下 753各行和992 這兩隻 甚麼價位可以進入 兩隻都未有貨 國航現在753 做的是5.12 跌幅來說都比較輕微 53日後就要公佈業績 郭Sir 嘉賓觀眾現在這一刻留意 可不可以查一查業績 本身這隻的基本面 你又怎樣看 我是比較保守的 因為油價去到106美元一桶 還有航空業是要靠貨運 商務和旅遊的 事實上來講 現在這一分鐘內地的 內航班線是受到高鐵競爭 其實挑戰比較大的 至於國際航線 其實暫時來說都是比較好 但整體來說的確沒有太大的憧憬 如果國行你問我甚麼價可以買 我反而覺得 現在這一分鐘先看看5元的支持 一個月的低位是5元 其實整個形態你全看了 恆生指數由6月的低位 29,426元 升到上8月份的高位22,696元 但它的股價一直整顧等變 而且整個形態是處於玉市底的格局 老老實實 我不建議你買 就算你說現在想買的話 也要等一等 看看5元的支持到底是怎樣 一個月的低位 如果5元失手的話 技術上來說進一步向下試的話 可能真的會去到4.7和4.8 與其是這樣的 不如先蹬一蹬 如果一定要買的話 老實說一跌穿了5元就亮了警號 守不守看你自己 下低一點4.8就是你的支持位 暫時來說如果有反彈的話 走回一層上去5.2 這個10天和20天線 已經有初步的阻力 再看高一點 大概5.3毫半 這條50天線就壓到實了 技術上來說的走勢仍然還是弱的 先想想想好嗎 另外梁小姐想問992聯想集團 現價是7.39 升幅6仙 升幅接近1% 暫時多方的升勢 但怎樣看這隻股份呢 這隻是否看得好一點 這隻反而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個人電腦的燒情 已經回復了勢頭 智能手機在內地的銷售 其實僅次於Samsung 估值方面也不算很貴 老實說只有15倍的市盈率 息率是兩厘多 但也不算特別特別少那隻 技術上的走勢 這一陣由大概8元左右跌下來 是受到大市反覆氣氛所累 但無論如何 股價已經跌穿10、20和50天線 弱勢就是弱勢 這是無法爭議的 等等 埋近大概是7元7.1元 在阻礙水平的買 就比較理想一點 但如果你現在這一分鐘去買 純粹短炒的話 7元就是你的止洩位 初步目標 就先看上去7.65至7.7元 短炒暫時來說幅度不會太大 但如果你中線持有 等一等分階段買就最好了 技術上的走勢 已經開始漸漸轉弱 尤其是經過早兩天的兩支陰燭下來 似乎高台拿了貨 捱不住那些 可能到最後都會減遲或止洩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一陣沽售出現的時間 你可以撐住低位慢慢去買 整個恆生指數是處於 一個肉視低位的形態 因為這個已經轉為先高後低的格局 所以任何賣博 千萬不要太急 謝謝梁小姐的電話 轉看看電郵方面的查詢 有位姓張的家庭觀眾 想問財值1.23月售地產 現價做2.13元 升一仙 升幅不足1% 家庭觀眾在2.18元買了 距離現價是5仙 剛公佈了業績 想問郭Sir算不算好 現時應該止蝕 但可以繼續守一守 但防股一直來講 剛性需求比較強 其實都會有很大的支持 更何況這隻是省企 會否看得更好 會 暫時無所謂 因為市盈率還是低 如果純粹是短炒的話 當然希望賺1毫子走 輸1毫子就下車 一個星期的低位是2.06元 一個月的低位是過9元 其實防守性是有的 但整個大市現在氣氛 處於一個聲後調整之中 這真是沒辦法 純粹短炒的話 就小心 或者2.06元 或者2元的支持 如果純粹輸贏3、2毫子 或者1、2毫子計算的話 你就下車 但如果你說開貨不是太多 就中線持有算數 下一層升市 內房股應該是升市的 其中一個領航股的板塊 在這麼多隻內房股當中 我看得最好的 仍然都是688 中國海外和1109華潤之地 當然之1、2、3月售 是廣東省政府的企業 在一個環境氣候 不是那麼明朗的時間 它的防守性是相對比較強的 在環境氣候好的時間 它更加不得了 短期來說 暫時高位是2.25元 一旦成功突破2.25元 進一步向上望 我自己看 應該可以試試2.25元 中線持有 就好過任何短炒 以如秀來說 好 感謝郭Sir 感謝家庭觀眾電郵方面的查詢 轉通電話之前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整個內房版法的最新表現 看見中海外現在做22.9元 跌1% 華潤之地21.8元 半跌2元 接近1% 至於碧桂園方面 最新報4.7元 跌3元 西木房地產微升1元 現在做18.8元 富力地產12.3元 升2元 富力地產要跌2元 跌幅接近2% 跟隨亞居樂方面 現價來說是升1元 合景泰富升5元 遠洋地產是升1線 恆大都是升1線 至於月色方面 剛剛都說到 暫時來說是沒有升跌 現價做2.12元 好 聽聽家庭觀眾 范小姐的電話 范小姐你好 早晨 卓Sir小姐 早晨 早晨 因為我就問一下 669和1422 太便宜 為何跌得這麼嚴重 應該是否只有馬日 這個股 好 先說669 現價來說 創科 現在是17.82元 跌2% 最新公佈了業績 大手上好像做得挺好 但見到這個股份 股價又不是很大的支持 怎樣看 郭Sir 其實歐美那邊 最壞的時間 尤其是美國那邊 對669創科來說 應該是很正面 新屋動工的情況 亦逐步有所改善 雖然美股近期來說 有少少反覆 但最低限度 經濟的確確已經走出了最壞的客人 正在處於復甦的步伐之中 雖然比較慢一點 都是處於復甦之中 歐洲的情況亦同樣 最壞的時間應該都過了 但需要實施緊縮的政策 變成經濟增長的步伐 相對來說比較慢一點 但不要緊 因為始終經濟的勢頭是向好 這是最重要的 創科股價 其實累積的升幅已經不小 看看股值20倍的市盈率 其實中性特別貴 亦不能說 不過股價在早一個階段 已經限線了一步 所以現在處於一個高台的整顧之中 就算業績公佈出來 真的有少少是增長也好 但不應該有太大的驚喜 近日股價處於一個 中期升後技術上的高台整顧之中 現在比較關鍵是17.5的支持 一旦有失的話 技術上的防守性據點 真的要退守到16.5 如果要買的話 都是應該稍等等 因為股價第一 就是技術上跌穿10天、20天和50天線 第二就是 美股已經開始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而港股亦都進入一個調整的階段之中 任何的扣入 我覺得應該是 撐低一點 最低限度就分階段慢慢去買 如果你說純粹抱著短炒的心態 這一分鐘就寧願觀望就算數了 好嗎 另外嘉年觀眾是否想問買一隻142 太平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沒有貨 第一太平 現在做的是$8 跌超過4% 4月交易日後公佈業績 嘉年觀眾相信都想業績前買一買炒炒 郭Sir 你有建不建議 我就保守一點 因為印尼的經濟 一直以來都很依賴外來的資金 其實過去一段時期 因為美國實施兩化貨幣的政策 所以有不少熱錢留在亞太區 一些發展中的國家 好像印尼、泰國、菲律賓 這些都是受惠印度當中之如是 但是近期來說 有少少資金的確有少少撤離的笑頭 就是說當一些熱錢留走的時間 如果你的經濟實體 在期間來說 沒有一個明顯的改善或者增長 到資金一走的時間 就真的比較辛苦 第一太平其實在當地的投資都不少 面對現在這些環境和氣候 我相信股價暫時來說 很難有太突出的表現 你只看股價已經知道 由現在這一分鐘的價格 已經跌穿了過去半年的 其實上的任何低位 正在處於一個逐步向下試底的形態 比較關鍵的就是這個 六月份的低位曾經閃一閃下去 要麼是8.2元左右的水平 現在正在下試低位 跌不穿的話問題當然不大 但如果一旦跌穿了 情況就不妙 可能會深一點 況且一旦跌穿了 這塊不要說 是這塊買貨的都會打霸 尤其是這個階段 買最高追的那些 可能會止蝕 一個止蝕 或者一個不理性的拋售出來的時間 股價下調的幅度會更加深 不如這樣 暫時看看 先觀望 好 幫幫到你 范小姐 謝謝 謝謝你的電話真 這次問題環節就到此為止 謝謝郭Sir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半日總結的環節 繼續有郭Sir在這裡留手 跟大家說說A股方面的表現 以及港股的最新表現 大家不要走開了 稍後半日總結再談過 謝謝